這間餅店非常有名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曉得 在它光鮮亮麗的店外表下 他們其實家族內部 卻是已經可以像台灣本土區一樣 母子反目 兄弟細強 兄弟徵產 話說他們的第四代的老闆 在七十幾歲的時候中風 中風的時候 因為這個餅店太有名了 那我們就孤隱其名 大概告訴觀眾朋友 是在中部原來的老闆 七十幾歲他中風的時候 那結果這個商標權是落在了 太太跟三子的身上 第三個兒子 那可是長子跟二哥就是老大老二 還有其他弟妹就不符 所以這個家族這個餅店 在爸爸身體不好之後 就分成兩派 一個叫媽媽派 一個叫哥哥派 好啦 結果最恐怖的事情 是發生在後來父親走了 又吵架又互毆 當地人就說 這個其實我們也不意外 為什麼呢 因為在增產增商標 很簡單 我剛剛講到了 這個大哥跟二哥就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商標是歸媽媽 還有歸弟弟 那結果他們就去打官司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在護毆之外 他們當然也要訴訟法律 就打官司 這打官司 第一次在高等行政法院的時候 是派三兄弟共享這個商標 所以呢 這個大哥啊 二哥啊 他們也可能也去 用這個商標去做別的餅啊 或飲料啊 或什麼的超商啊 都可以 可是呢 到了後來官司 峰迴路轉 變成呢 是只有媽媽跟三兒子才可以用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到現在你可能會發現說 怎麼同一個名字的店 然後呢 會有這樣商標的一個模糊地帶 原來當初呢 這一路過來呢 就他們都在打這個商標拳 那後來發生一件 在地的人呢 到至今都還議論紛紛的事情 嗯 就是說 有一天呢 他們當地有一個 國中的教務主任 突然在回到家門口的時候 被人家歹徒尾水捅了四刀 然後結果因為刺到心臟死掉 就是只要這種警察 在深入調查之後就發現 欸 這個教務主任他在死之前 剛好有去 我剛剛所說的這個知名的高炳店 有逗留一下再出來 那警察當然要出資剝錢啊 那你在高炳店裡頭 你去的原因是什麼啊 那你出來之後 是不是可能有遇到 什麼行車糾紛啊 還是什麼 後來都排除 排除說他在這個高炳店裡頭 應該 並沒有在店裡與人爭執 然後呢 回到家的路上 也沒有行車糾紛 所以警察大膽的研判 這個歹徒是有備而來 就是要砍他 要教訓他的 後來地方就傳出來 就說這個教務主任 好像跟這家高炳店的老闆娘呢 有人傳就說 他們好像有一些這個牽扯不出 比較牽扯不完的 比較複雜的一些感情面 所以在當地大家就說 這家店的餅真的是好吃 可是呢 他們家族裡面的一些內訌 以及後來傳出來一些事情呢 讓人家覺得 唏噓不已 好 好 好